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采取这个形式对谈聊天的形式去上课还是很特别的 对 第一次 近两年我们有两次国家型的大展 一个是第十三届全国美展 还有一个是上个月刚刚闭幕的 第十一届公笔画作品展 一直是广大化有关注的一个话题 当然各个地区也有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国家性大展 我们公笔画在这里都非常的凸显 对 特别明显 您有什么想和大家分享 大家好 因为今天也是第一次到咱们这个北京公笔主采画会 这种线上直播 非常高兴 我跟金沙老师我们俩一起 一个是关于公笔画创作的一些问题 还有一些比如对当代公笔画家 还有一些老先生的一些作品进行分析 可能也是跟大家共享吧 也有一些互动的交流 也再次感谢大家能参与我们这一次活动 这个我可能是第二次跟那个线上的一些朋友们见面了 但是呢 这次比较特别 这次这个社会方式也比较特别 其实我们的那个咱们这届高研班开课以来呢 一直是就像咱们学会一贯的从旨 希望大家能在这个一年的学习当中 能够既在对传统的认识 包括对材料工具的掌握 特别是在那个个性的发挥和那个创作意识转变上呢 能够有一个自我的突破 所以一直的也是在采取各种不同的手段 各种不同的授可方式来那个 其实目的是激发 激发我们学员的那种 创作 学习热情和创作的潜力 关键是 那这次呢 挺特别 就是韩老师来主讲的时候呢 韩老师突然提出来我们以一个对谈的形式 来 这样的受众面更大了 对 一个呢是在线上的这个直播方面 能让更多的人受益 另外一个的确这种形式 可能跟咱们所有学员的互动会更加的自由 让大家更加轻松的来那个 享受课堂所带的那种受益在这 是 因为我们现在正好这个学员的课堂 正好正在讲这个 小幅创作的这个规律 这方面的话题 所以正好今天呢咱们的直播课呢 也正好是讲到这方面的案例分析 所以我相信对学员们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咱们这个北极公民重大化会 办这个高原班已经办了几期了是吧 尤其现在正在进行中 这样的话 这种网络直播的这种 完了再加上咱们自己的学员 可以说一个受证面大 另外一个可以使这种公笔画 包括技法创作呀 等等呢 能够更普及一些的 是 尤其咱们现在实际上就跟上次那个受课 我们的学员呢 正好现在进入到一个那个创作阶段 对 从一开始的那种对传统的经典作品的那种 重新认识和深入浅读 那么之后呢又有色彩 又有那个材料的一些课程的铺垫以后呢 实际从现在开始已经进入到一个发挥自我的一个创作过程 所以谈到创作呢 不能不谈到咱们的主题性创作在这里 其实每一张画都可以说是主题性创作 对 不光是说咱们现在的一个宏伟主题 那么像我理解一下最后的晚餐 包括文艺复兴那些大师们 实际上他们的作品今天留下来 在当年来讲 都是受雇的 都是有东家的当年试 那么实际上在某种程度来讲 他们也算是一个主题创作 那个主题呢 只不过是跟我们的圣经 跟宗教有关系 实际上是一个大主题 它是一个大主题 所以这个主题创作呢 是任何一个从事艺术创作者 都回避不了一个问题 所以今天呢 韩老师呢 主要是从这方面 那个来主讲一下 就是主题性创作的一些创作规律 我们通过一些 一些优秀作品的案例分析 对 跟大家一起分享 包括创作经验 对 包括方方面面的一些事情 把我们自己 自己搞成 这么多年嘛 几十年来创作的一些经验 一些体会 跟大家分享 另外一个也不完全是主题性创作 是吧 实际上就是公笔画创作 主要是公笔画创作 这里面包含了主题性创作 也包含了一般的这种创作 甚至创作练习 都包含进去了 这样的话 实际上是有一种 一种思路 或者怎么去观察生活 怎么去做这些 比如包括 包括草稿啊 构图啊 练习啊 等等的 包括那种 放稿 什么到最后完成 等等的 这些 甚至包括里面的一些 制作方法什么的 这大家这次可能都 都会涉及到 嗯 是 就像说这个 韩老师说的 他这个 不光是公笔画的问题 其实一个 画家 进行创作的时候 不可避免的 所要经历的这个过程 对 这个是没有特例的 不管你是 水墨也好 油画也好 包括其实 包括 雕塑 甚至 装置艺术 就是 所有牵扯到 艺术创造这一方面 我想它的这个 创作规律 还是相同的 尽管可能材料的 不同的要求不一样 但是实际上 内核是一往一往的 尤其这些年 就是 这种国展很多 包括这种 全国美展 公笔画大展 完了还有一些 中国美学举办的 一些个 国展 完了 甚至包括一些个 省级的一些 一些大的展览 那展览很多 我们参与的也很多 就比如包括我们 作为 有的作为评委 去评讲啊 评会啊 等等的 或者是 参加 参与一些写生啊 所以感触也很多 那么 怎么跟大家分享 把我的一些体会 甚至金沙 搞那种 新公笔啊 什么的等等 这种 年轻人的想法 年轻人 对这种公笔的认识啊 今天都可以 跟大家分享 是吧 尤其是我们 在校生 尤其在校生的 公笔画 公笔的学生很多 对咱们的这种 新锐啊 新锐公笔啊 包括咱们的这种 这种 这些 当代的这种 比较 可以说 大家比较 推崇的一些画家的 这些 比较活跃的一些画家 那么对 他们的画 尤其在论文上 有很多要写 写到的 那么今天 金山老师正好也在 也可以跟大家 分享分享 可以讲讲 他们的思路 你们的思路 你们的一些想法 一种观念上的一些 一些抄钱的一些东西 什么的等等的 借着会宣说的 那个话题 因为这两年 有两个美术界 重要的事情 作为公笔画 最重要的事情 一个是十三界 全国美展 那么大家都知道 得金奖的我们的 是公笔托评 产生的 而且他的那种 在五年一届的 这种大展里面的 公笔画家的 这种参与度 和这种入选度 非常非常的高 动得逐渐的 实际上也引起争议了 没错 一说全国美展 国画里面 大部分都是公笔 这也变成了一个 现在的一个社会现象 社会现象 美术界的社会现象 其实 前些时候 刚刚结束的 美术馆的 那个第十一届 那也是五年一届 多时 第十一届 公笔画大 公笔画大 对 那是中国公笔画学会的 这个展览影响很大 对 那么也引起了 很大的轰动 这个录选的规模 参与的这个人员 包括作品的这个整个的呈现 都让人家觉得耳目一新的这种感觉 所以您是直接参与到这个公笔画界里 就这个十一届大展 我是特邀的作品 人也是 对对对 那个 不如我们从这切进去 可以 可以 其实可能以小见大 以近推远 就是今天公笔画所取得的这个面貌 这个是在二三十年前或者四五十年前不可想象的 在那里面 所以说 其实在公笔画之所以保留到今天这里面有 如果说把这个话题展开 那么今天这个时间明显是不够的 而且容易偏提了 这个 我觉得韩老师这个形式很有意思 咱们以后其实可以那个 可以 可以 以不同的专题 对 要不咱们今天先从作品开始 对 咱们开始分析 好 看一些咱们名家作品 对 这两幅作品 一个是潘杰兹的 一个是刘维希的 嗯 潘杰兹先生 应该说是咱们北京公笔重彩画会 第一任 那个 会长 创会的 创会的第一任会长 也是中国公笔画学会的创会 对 对对对 潘杰兹先生这张画应该是他的代表作 嗯 画幅并不是特别大 八十几公分 是 这张画的那个尺寸其实很小 对 但是他的张力 张力很大 嗯 像 看他这幅作品 要我们现在感觉他最起码的有机密大的一个一张作品 是 这些画幅并不大 嗯 潘杰兹先生他 可以说医生是 你公笔 对 主要是主要就是公笔 智里 智里 智里化的复兴 对 而且对这种公笔画的这种传承啊 嗯 成千几起后啊 做到了 可以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对对 这张画也是 实际上是 嗯 嗯 潘先生的所有作品呢都喜欢啊 但是我最喜欢两件作品 嗯嗯 那这是其中一件啊 那么还有一件是他的那个叫春蚕颂 对对对对 其实是他一直的那个内心精神的一种体现啊 而且他的确他对今天我们公笔画的发展包括嗯嗯嗯我们北京公笔画会包括现在的中国公笔画会整个的推动嗯嗯嗯可以说他使用了毕生的精力完全那个奉献给了就是我们公笔画的继承和发展 对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潘先生当年的这个嗯号召跟付出 恐怕也没有我们今天的这个公笔画这个繁荣的局面 对啊 那这件作品呢是我知道的潘先生好像还有一张嗯就是但是完全的味道不一样 这潘先生 万年又有一张 对潘先生这种作品并不多嗯 不是特别多因为他主要是以公笔于公笔嘛嗯 画那个尊皇 尊皇 这个这个上次在那个国家花园展览的这张嗯 就是一张小幅的这个对对对对对对 我有一种特别深的感触什么呀 就是像这些老先生他没有那么多制作嗯 没有那么多的技法嗯嗯是吧对 很实实在在的看到他的那种勾线 他的那种甜色嗯 你看了以后你就会他沉甸甸的那种感觉嗯 就是他们可能更重用这种 一种情一种一种一种内在的一些东西是是 所以那张就是那张就是那张就是一张小侍女是吧就是一张小夫的一张小侍女 对对对对这件作品的确不大而且他这件作品在潘先生的整个的创作这个作品里面是非常凸显的 他又是跟完全传统的又不一样嗯嗯他是一种特别重彩的嗯 一种很附着的这种感觉嗯嗯嗯哎 这里呢你又能看得出来 他深深的表达出了 他对敦煌的那种理解跟那种热爱 潘先生实际上是到敦煌 可以说好像住过一段时间 他从年轻的时候 临摹呀 在敦煌可能进行过很长时间的研究 对对敦煌很有感情 敦煌艺术给潘杰兹先生的一生 起的影响是最大的 在这里 而且你看他这里面的包括每个人物的安排 包括整个的那个场景构图 包括关键是场景中的每一张作品 包括他天顶上的那些小佛 对 按说呢是特别写实的 但是你看他这么精细的制作 他丝毫不抢整个这张画的主题 那是什么 就是魔窟艺术缔造者 他歌颂的是什么 是历代的这些画匠 实际是人民 创造了我们伟大的敦煌 他始终安排在 所有的这个画面中的元素 都是为了突出这个主题 而且他你看每个人的动彩 包括他的那个 看脚手架上的动态 包括底下制作的动态 都是那么的真情 那么生动 就是一个画家如果他没有经历过这个东西 这个过程 如果他没有深深的在敦煌的这种生活体验 和这个特别特别发自内心的这种观察 包括这个整个的 现在我们可以叫采风 采风 他那个时候生活就是采风 艺术家的生活就是采风 你看他会很自然的流露到他的笔端在这里 所以这张画他打动人的真的不是技巧 像韩老师说的这个 根本没有一点炫气 另外你看他这个色彩的这种搭配这种呼应 他的视觉中心就在那红衣服上 是 是吧 一下就出来了 是 是 其他的那些绿颜色蓝颜色都是在那互相呼应着 嗯 他的红颜色也是其他的很 有的红颜色是在跟他进行呼应 对 这种节奏感 颜色的这种 一个是这种跳跃的这种 另外还有一个主题特别突出 嗯 他的所有 他的颜色很丰富啊 非常丰富 这张画用了非常多的颜色 对 但是不强 嗯 你发现没有一点章法是乱的 嗯 那么回想我们现在的有些作品 在这方面 其实现在很差距还是蛮大 尤其是他们现在对工笔画的这种过于制作 实际上提出很多质疑 是 这张画里边你看不到制作效果 没有任何制作的成果 嗯 刘文熙这张 对 这张是一个典型的主题性创作 对 是吧 对 今天正好又是建党 一百周年 一百周年 嗯 现在是主题性创作 实际上 呃 一个是咱们那些中国美国组织的这种 大的主题性创作 一百幅度 是一百二百幅度 啊 所以在看刘文熙这张主题性创作 可以说是他非常能打动人 嗯 一个就是他的这种思 他的这种情感 是吧 还是情 情感 还是情 还是情感 对 刘文熙这一生画陕北 嗯 他对陕北的这种 热爱 对 陕北老区的这种热爱 从开始的时候那种富富三代吧 嗯 到最后来的创作的一些个村庄啊 等等的这些吧 都非常棒 嗯 这张画你看第一个是 也是刚才我说的这个视觉中心 嗯 主席的那个蓝衣服 嗯 一下在画面里边就 跳出来了 一下就跳出来了 嗯 他也并不是说要把主题画的有多大 是吧 把主题画的那个位置画的有多么的 特正宗 所以就在正宗的位置是那种老奴 嗯 是吧 是 是 其他的一些颜色啊 一些呼应之间的这种呼应 处理的非常好 是 嗯 一点也是一样 没有任何炫耀的 没有炫耀 没有 对对对 对对 是 也没有那么多 很非常自然 非常自然 所谓的构图的这种 多么多么玄妙的构图 对 多么多么高超的这种技巧 都不存在 我们发现看老先生的话 他到今天还那么打动你 嗯 他没有那么多花哨的东西 当然他今天依然打动你 真的 他只有一个字 就是情 情 情感 情感在里面 对 他们都非常的朴素 在画面中都非常的 呃 没有任何虚的 这可能是我们现在 年轻人需要学习的 嗯 嗯 现在 有一种现象就是 大家都在琢磨怎么能 呃 比如用什么技法能 能吸引人 用什么 用什么样的构图啊 用什么样的东西更新颖 怎么怎么画才能 我能才能突出 是 想的都是这吧 是真正的 视觉冲击 对对对 但不是靠内容 嗯 是的 嗯 哦 何强英这张秋名 是吧 嗯 这张作品啊 我当时第四节 全公平画展吧 第二节 我记得特军 第二节 第二节 第二节在历史博 在历史博 我 在历史博 对 因为我也是 当时何强英这张作品是 一个是画幅很大 嗯 另外一个就是 他的技法 已经 嗯 超越了当时的那个 大家的那种认知 是吧 当时我印象特别深的 就我说 地能这么画吗 这是还是 国画吗 还是工笔吗 可是确实是非常突出 包括他的那个 衣服的 那个 那个 毛衣的那个 引领了一个 不是说一个时代吧 也可以说很多人 在模仿的那个 某衣 能这么句话 一个潮流 算一个潮流吧 应该说 说到这张画 就是那个 到今天 我的感受还很深 当时我正在上 你看 二年级吧 好像是三年级 忘了 这张展的历史博物馆 我印象特别清楚 就是 这张画所挂的位置 并不是一进门 最凸显的位置 对 在里面 那么呢 我记得一进门的时候呢 会 左手边是 那个很突出 是蒋先生的那张 光辉的一生 当时那些获奖的金奖的 有光辉的一生 秋明 还有 好像 几件作品 那么 火家英这件作品呢 是拐到里面之后 它是在靠窗搭起来的一个展墙的 后面 并不是迎着观众的一面 而是你需要转进去以后 在那个位置上 就这一张画 哇 就当时那种感觉 就转进去之后 好像很多年 你再也没有那种冲动了 就是给你的那种视觉上那种冲击 第一 惊叹的是他画面的尺幅 对 因为那时候这么大尺幅画一个人的 还几乎是没有的 在那时候 第二呢 是他的形式 那他采取了是中世纪那种 拱形的 构图方式 再加上一个就是 哇 这女孩子在那太招人了 那种传达的那种情 那种 情调 包括他整个的营造的这个 秋天的这个环境 都是那么恰到的好处 可以说 我去了那个展览好几次 都是 看这一张 就在这张面前 停留在那 就不舍得走 在这里 因为当时我们的认知啊 反正我自己 我自己的感触啊 就是我的认知 还都是那 三番九段 完了 叶子要 双沟 或者是 分染 照染 地面要怎么 还是停留在这种 突然间看他 叶子可以这么画 像西画一样 是吧 这么蓝的天 在那 作为底子 这展览我也参加了 我画的是那些什么 哈尼族少女 我有印象 画幅很小 对 画幅很小 对 一个是画幅小 就是另外一个 就是我那还算 可以说是突破了一下 我自己 就是把那种光的那种感觉 印象派的感觉 对对对 对 前面是黑衣服嘛 黑衣服后边是一种 光照到那个织布机上 嗯 当时在那 西方版纳嘛 照在织布机上 反正那种 还有点想法 我一跟这一比以后 发现 哎呀 不行 自己的画太弱了 太弱了 确实这个 他一个是那个 超前了 可以说超前了 在公平画来讲 可以说超前了 另外一个 他对西画这种结合 嗯 还有一个 他的那种细腻程度 达到了一种极致 嗯 确实非常棒的一步 其实他这张画 影响后来很多人都学这个毛衣 对对对 毛衣的 其实他这张画 不光是毛衣 他那个充分的利用材料之间的那种 透明材料 跟那个覆盖的颜料的不同的对比 像后面那个那个白画树啊 白画树 大家看到的暗面 实际上他就是底层的一个墨 嗯 之后呢 他用很厚的白颜色 嗯 那么提了前面的这个 嗯 那个亮面 质感的亮面 嗯 之后形成了一个特别真实的对比 在这里 对 而且是那么 感觉那么写实啊 但是呢 他味道又不是油画 他又不是照片 他又不是油画 他又不是照片 对 没错 嗯 还有就是这帆毛皮鞋 嗯 他在这么平面的情况下 他制作出了这么逼真的 非常带有质感的帆毛皮鞋的这种 嗯 当时也是非常让人吃惊的 这里面是 一个毛衣 一个皮鞋 后面树 还有蓝天 现在咱们 咱们年轻的这些画家 同学同学们啊 可能看这幅画都无所谓了 可能在这么画的人也 学的太多了 学的也多 能画到这种程度的人可能也有 可是在当时那个环境里边 1991年 啊 那个时候 能画成这样 能看到这样的作品 确实是眼前一亮 在当年的确是 就因为我们谈到就是工笔画的 现代的变化 对 这张画是绕不开的 的确是何家英的现象 但是的确在当年 嗯 太凸显了 对 嗯 嗯 造型又非常的结实 嗯 看得出细画的工底 素描的工底也很深 但是呢 它的味道 嗯 嗯 确实特别特别的 中国工笔画的那种 中国工笔画的那种格调 对 在里面 嗯 很多人这么去画呢 它很多就像西画了 对对对 嗯 有不伦不类的那种感觉 但是作为何先生作品 嗯 它保留的特别好的 我们传统的那种格调 是的 嗯 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当年 嗯 看下一幅 按这样 刘先生 刘先生 刘芳老师 刘先生是我的导师 嗯 因为这幅作品 可以说我印象特别深 嗯 因为刘先生 他是非常全面的一个一个大艺术家 嗯 就是一个是工笔画 还有这个花鸟 洗衣花鸟洗衣山水 嗯 可以说是亮眼精通 嗯 工笔画里边又包含了有这个 传统的这种侍女画 嗯 他画的像周军初赛啊 什么等等的这些 嗯 还有这些个像这个 嗯 现代的这种 小时候民族的这个 这个 现代题材的这种工笔画 也画了很多 嗯 这是一幅画的 是一个那个 喇嘛 嗯 当时那个刘先生 在讲他这幅作品的时候 就说 说的 一个是要考虑到 他的整个那种厚重感 人物 虽然是就是一个肖像 就是一个人 那么人物里边的 具体的这些东西 可以模糊一点 可是这种大的外轮廓 嗯 像山一样的这种大的感觉 嗯 构架的特别结实 对 尤其是你到西北 那种大 那种亚南地貌 那种大彩色的那种红山什么的 嗯 山的那种感觉 强烈的对比 对 是一种金字塔形的这种 嗯 很厚重的一种感觉 另外还有就是用色 用色很大胆 也是在那个时代 大家都在很淡淡的 三番九染 这么薄染的时候 刘先生能用这么厚重的颜色 这么厚的颜色 在那去表现这种厚重的这种感觉 特别的凸显 对 所以我想就是说 嗯 所有利用的 用的技法 实际上跟你要表现的主题 是要吻合的 要吻合的 对 也就是他必须有强烈的生活感受 他才可以 对 对 这么去表达 对 嗯 当时那会正好那会展的那谁的画 日本的画家 平山一夫那个作品 对 那正展的平山一夫的那个展览 那刘先生也是跟我讲 就是日本画 你看 平山一夫的作品 他很多都是特别整的 嗯 甚至五官都看不清楚 嗯 甚至黑黑的 可是你看他那大的外轮廓的那种 他也那个 平山一夫也画了很多这个 咱们西北的 新疆这边的 还有一些佛教题材的一些作品 也是那种非常厚重的那种 当时 刘先生也说 就是说公平画一定要改革 一定要突破 前人的这种 他说说 对 对 这种前人的这种现有的热业技法 为了表现你现在当代的这种主题 当代的这种思想境界吧 可以说 可以探索 用一些新的技法去表现 可是还是保留着中国画 中国人东方的这种审美 所以这也是一个 刘先生一个代表作 嗯 黄老师说一条整体感 对 这个整体 嗯 今天我们 也是很多年轻人的一个 一个需要改善的一个地方 对对 过于过于 现在人过于追求全部 细节 对 而缺掏这种整体的这种力量 对 这个跟 其实是一种观察习惯 嗯 跟思维习惯在这里 是啊 是啊 好 哇这个啊 这是当年跟丘明一样 给我特别深感受的一个一个 这是这也是蒋先生的画里面的一个那个代表性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嗯 嗯 看当年是蒋先生用的是皮质 用皮质 皮质 直接勾线之后 皮质 完了喷湿了以后 嗯 去用它生的那种特性 对 来 表达这种 你看它制作上特别的柔和 嗯 尽管它非常写实 嗯 但是它整个的画面呢 实际上是非常的松动 啊 非常写的成分在里面 表现得非常的那个到位 这里 嗯 而且蒋先生也一直在材料上 在中国的材料 颜料上 一直在研究 嗯 一直在探索 在推动 对 在推动 对 这点是就是因为我是蒋先生学生 对 是 那个时候 那个那时候在上本科的时候 蒋先生就 呃在提倡 我们要用颜料 用好的 用好的颜料 这个才是中国公笔化的传统 对 从那时候 他在大力的提倡 我们要到传统里去研究 要继承什么 要拿回我们色彩的那个优秀的 那部分传统 今天我们看到起到了很大的效果了 因为中国画和油画 有的时候在颜料上 实际上有很大的区别 比如中国 中国人讲随类副彩 嗯 为什么随类副彩 嗯 中国画里边 它的这些颜料 比如说这种矿物色 它是不进行调和的 对 是的 油画来讲 它要 它必须得要去调 调出这种 它要看到的这种颜色 是吧 这种灰色也好 等等 它要调 而中国画 实青实绿 什么花青 者诗等等 它都是不进行调和的 我们是靠谍价 靠谍价 靠谍价 对 所以这点来讲也是给了我们现在的所有的从事公笔画创作的我们的画家的一个课题 我们怎么能把我们的老祖宗最优秀的那部分传统 那个记忆传统 更好的传承 把它拿回来 嗯 把它理解 运用到我们的创作当中 其实那是一个宝库 对 真的是一个宝库 嗯 啊 湖泊 湖泊 对 湖泊先生 这个是因为去过草原的都会有这种感受 一个是那月亮 到晚上的时候月亮 特别大 特别大 因为我去过那个那猛的那个当时西林哥勒西乌齐 那是半夜我们出来 确实大的月亮 这么大的月亮 很震撼 很震撼 对 它那个到晚上的时候 那些羊和那些马上住在那草原上 嗯 它也没有 也不是捐的 就在外边 在那待着 一看那种感觉 确实是这种感觉 一看就有生活 嗯 胡伯先生是对内蒙的那种 这种情感很 对生活 很深啊 而且胡老师是特别 他像个诗人一样 啊 那个特别浪漫的 你看这种情话 在这里呢 吴先生也是特别 这也是我的导师 嗯 咱们你看的那个 我们本科的时候 毕业我是胡老师 那个画室主任 嗯 所以我们想 就是说 我们在创作的时候 不是说非得要去 嚼尽脑汁 挖空心思去要 我们要画什么 嗯 实际上就是生活中 生活中看到的 生活中看到的 可能就是你 你的生活 你看到的这种点点滴滴 或者就是在你身边 很多东西 在你身边 都能成为作品 嗯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 就忽略了 看不到啊 往往我们在 脚尽的脑汁 想怎么 嗯 想是自己的画面 怎么出奇的 那个想法 想的太多了之后 往往 忽略了 忽略了 嗯 一个影响绘画中 最最最最最 关键的那个情子 对对对 你的感受 你的生活 对 画你身边的 画你身边的东西 对对对 嗯 李贵正老师 李贵正老师 金丘叔叔 对 他这个 把这金丘的这种感觉 画得很 淋淋尽致啊 对 说到这个都是要 回到那个历史潮 回到那个年代 对对 1991年 在那个年代的时候 就是像 嗯 刚才我们看到的 蒋先生 那个 胡博老师 包括李贵正先生 就老一代的 这些先生们 他们所做出 就他们画面 所给予你的 那种冲击 嗯 那是相当大的 我们不能以今天 是的 我们的网络都这么发达了 每天 对 各种各种新奇的东西 在不断涌现的时候 嗯 我们不感觉什么 但是 回到那个年代的时候 是非常了不起的 嗯 李先生就是 当时看 他的原作的时候 他里面制作的出的这种 光影的那种细腻啊 那那种 特别特别细微的笔触 嗯 那是真的很了不起的 它是 也是一层一层一层 好像是 激出来的 对啊 它在这个公笔花鸟画里 在当时真的是一个突破性 也是一种突破 对 因为中文化 嗯 讲的是不用光 嗯 是吧 不用光 是平面的 装饰的 对 那么这个 等于是 李老师现在 他把那光感很强 而且这种 你看他那两只鸟 嗯 并在里面并不是特别突出 对 是吧 对 这种光的这种感觉 你咱们要有这种生活 你会发现在自然当中 嗯 所以光起到很大的作用 对 你看 对 从样一个景 早晨晚上 都不一样 中午都不一样 对 尤其是早晨那种光 刚一那个 太阳刚一出来的那种感觉 非常非常的那种生动 对 如果要抛去了光 有很多东西可能会 会 会流于平淡了 对对对 所以它这光处理的非常好 而且他 李先生难得的是 他是在我们的 公中国画 公笔的绘画语言里面 对 对 他丝毫 他引进了光 但他丝毫没有什么 没有减弱 我们传统公笔这种平面表达性 对对 他有这种味道 对 实际上呢 也是非常感觉到 他 他其实他画的 他不是在画光本身 而是对光的感受 嗯 回过头又是生活的感受 又生活 还是一看就是有生活 一看就是生活 从生活中来 是 有高益生活 是 是 哇 孙老师这个草原情节呀 真实上 尤其看了孙老师这么多作品 嗯 这种草原情节 可以说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那个孙老师 不管是公笔 还有孙老师那些写意 当时我记得那会儿 他画了很多黑白的那种 草原那种写 那种写意的那种 嗯 马呀 羊啊 还有这些人什么的 等等的 我就能感觉到 孙老师 他在草原的那十几年 那十几年的那种感触 十几年刻在 脑子刻在心里了 就是血液里的 刻在血液里了 真是 就是孙老师北京人 北京 对 地地道道的老北京 但是呢 他现在看他的作品 好像 他是土生土长 那种真情实感 关键他打动人的是 草原之情 对 这个真的像韩老师说 他把他的青春 青春 对 把人生中最最最最 十几岁到 对 对 对那个 对那什么的时候 最年轻的时候 反过来说呢 就是那一段的草原生活 对他的那种影响 对他人生 包括很多很多 方方面面的影响 尤其是后来 回忆起来以后 那种感触更深了 在当时可能只觉得是苦 可后来回想起来以后 那是一种 很多沉淀的东西 对对对 很多故事啊 你后来花多少钱 多少精力得不到 得不到 对对 是 因为有的时候 孙老师跟我们聊 在草原上 当时怎么那个放牧啊 他们自己一个人有 比如一个人一年 给一只羊也好 他们都是自己做 嗯 是现在想起来多孤独 嗯 就这种孤独 看着星星 看着这些羊 自己在那放牧 嗯 这种孤独可能是 影响了他的一生 对 孙老师说他那时候 一个人要管管一百多 对对 一百多只羊 对对对 去放牧在大草原上 嗯 而且包括这种 到到今天 今天要是 咱们大家没有见过孙老师骑马 嗯 骑马棒的 听说特别英姿 对对对 那个现在年轻人比不了 对对 他到马上之后 马上恢复起他 对 青春年代 那个 那种驾驭说 女孩子看了说都太帅了 对对对 嗯 像这种这种宁静 对 这种清晨的这种宁静 啊 他完全不是说只是一个单色的渲染 他是一种情的传达 也是 我去过这个孙老师插队那 嗯 就是西吴齐 啊 因为当时那年我带着一个日本人过去嘛 在西吴齐呢 大草业还住在帐篷里面 晚上跟人喝酒 因为喝完酒有喝多了 也回不去了 就住在帐篷里面 半夜的时候 出来以后看到那种 夜 真正不是真正的那个草原的夜 有一月亮以后 夜很亮的 嗯 不是想像的黑 是不身手不见物质 不是那样 很亮的 就这种感觉 冷冷的那种色调 这种感觉 很宁静 非常宁静 真的 朦胧的那种 包括孙老师 就是他这水墨的那种 对对对 马的那种 深夜的那种反差特大的那种处理 真的感觉到宁静 太有生活了 这个不是说你去两天到那采个风 你到那去 就能 待两天 十来天能够体会得到 你深深感觉到他热爱那个地方 而且他的那种 青春 他那种情实实在在的 交给了那个地方之后 他跟他是融为一体的那个感觉 甚至有一些 我觉得他比一些内蒙出来的画家 可能画的都 更真切 他内蒙的人啊 内蒙的画家 他自身在这儿 他不觉得这个 对 跟北京人很多人没去过长城 他的感触不一样的 对 他的感触不一样 他觉得这儿 我还想望着大城市呢 对 想着北京怎么怎么好 上海怎么怎么好 对对 他跟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从孙老师的创作 也深深地告诉我们 一个道理 生活 生活感受 是我们进行艺术创作的 唯一源泉 离开了这个 什么都站不住脚 这个太好了 主人在这 这是我的啊 您对这个 就是以前有一大批作品 包括现在这个情节 就是对这个苗族 对这种表现 始终是不是也有情节在这里 有情节 一个是有情节 另外一个 我可能跟他 跟孙老师那个 那个 那个角度不一样 因为孙老师在那生活过 他生活了能不能十多年 什么的 这种感觉 我不是 我是 84年 我去过一次 去过一次这个 当时去广西嘛 去广西 去桂林 完了 从桂林 要去这个 贵州 当时在贵州的时候 我一亲戚在贵州 完了 他们带着我去 少数民族 到那个苗族的地区 看他们的斗牛比赛 他们是让我去看斗牛 结果我去了以后 牛没吸引 不是 那个 我 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什么呀 一个是这些苗族的那些女的 穿着盛装 嗯 他们就在那个田梗上 那么一站 打着伞 一待 也不动 就是一排着 一排着在那摆着 就在那一待 被姑娘吸引 对 对 他是 感觉他们是什么呀 他们就是在显示 他们的那种服饰 他们那种美 完了以后 可能是要有对歌 什么的 那些小伙子走来走去的 还跟他们那个调 斗啊 什么的 嗯 底下是斗牛 一帮到南 什么 全都围满了 这个斗牛 特别的什么 我拿着相机当时 我也就去了 还给那那照相 什么的 结果突然间 我那相框里面 啪就充满了那牛了 我再一看 牛就 一个牛打败了 这个人就奔我 出来了 我牛头就跑 完了这个 当时一圈人嘛 人所有的那 人啪就闪开了 就我一个人往前跑 你领着牛跑 牛就后院追我 那个牛追那个牛 有一天 我就一下子穿上去 但是不知道怎么 就穿上去了 穿上去以后 那牛也穿上去了 完了我又穿上 一个天杆 全是那个水啊 泥啊什么的 就看那俩牛 在底下打架 完了我就赶紧跑了 跑了以后 到时候你再一看 腿全破了 牛的血化化的 也只有在那个时候 能穿上去 第二遍可能 其实牛可能回来 也想我也穿不上去 戴上那个眼镜也没了 什么都没了 完了再一看 旁边那些人 都在那乐 这么美的画面 背后有这么狼狈的 一个形象 所以我在画的时候 我就想就是 我没有那具体的那个 苗族 就是苗族 他们那个 那种盛装的那种场面 而是 把他们的几个人 几个时代 比如说几个 比如他刚出嫁的 准备出嫁的这种 盛装的那种 年轻女人 完了还有小孩 是吧 还有孩子的 更成年一点的 妇女 这几代人的这种 放在了一起 都是一种 盛装式的 装式味浓一点的 这种感觉的 完了另外一个就是 我 以这个苗族刺绣为背景 实际上当了一个 所谓的屏风 实际上是一个 一张一块苗族刺绣 一块绣片 我也喜欢收藏一些绣片 一些衣服什么的 所以他一个绣片 上面有鸡鱼鸟 一些极强的东西 完了有两个 这个鸟实际上是 应该是那锦鸡 我这锦鸡 因为这要写实的话 就太俗气了 我把它给它神秘化 虚化了 像一种幽灵一样 像这种感觉的 一种神鸟 是那种感觉 在里边穿插着 来那个大破这种 比较平板的这种构通 这我看就是后面 虽然感觉到是绣片 但你仔细看又不是绣片 它真的是一种感觉 对 韩老师呢 是它是最早 在宫笔花技法上 能够有融入那个秉析 而且它用的特别自然 而在捐本上 而且它画感觉 它这个秉析也有主要框红色 没有那么刻板的 比较血液的感觉 对 这种虚幻一点的 虚幻一点的这种感觉 完了 在当时来 因为参加第九届全国美展的 在当时来讲 应该是我的颜色用的是很 算浓重的 对 真正算重彩 对 没错 很厚重的 没错 所以后来那个 我参加那个 颜采 当时是颜采花展 首先颜采花展 邀请了这个 不是这幅 另外一幅 我说我这是工笔 或者能参加吗 那个当时 胡老师说 说的 没问题 你这个用矿物色了 我说主要是矿物色 那就可以参加 当时还获了一个铜奖 我说我这个 当于颜采里边祸铜奖了 对 这么一说 你看那两只鸟 的确 如果说 咱可以反思为想 如果 就像现在很多 画这些东西都画得很实 什么东西都画得很实 那么就是有一种 很刻板的 罗列的感觉 没有感受 像刚才 韩老师说 这两只鸟 的确它 是一种 像幽灵一样 你想想 把这两只鸟 如果要画成 写实的那种景气 你看这 它完全画面 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也是真的 实实在在的感受 对 支撑了这个画 整个的创作 实际上给我 当时的印象 就是 苗族 这些 这些妇女们 是他们出了以后 表现的是一种 很静的 就是很静 也不说话 也不那么 非常静 在展示 他们的那种美 就是这种感受 所以正好当时 底下的一栋 跟山上的一径 一径 对 就是不知道 那么跑的时候 山上有多少小姑娘 关注了 后来因为又去了几次 这是84年 去过 94年 93年 又去过一次 当时我是带学上 这么走的 从江 荣江 台江 什么建河 等等 就是沿着这一路 又走过一次 完全不一样 后来又去过一次 整个全通高速了 我所谓走几天 走一个星期的路 两个小时就到了 完全没有第一次的感受 完全没有了 到了雷山 到了雷山 当时他们的演出 我一看 这是苗族吗 穿着盛装在那演出 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的确是 这一说也是那个 19年又去了一次 看这是一个 那个3月3 整个台江的满大机上 全是盛装 我这彻底没感觉 有时候还是第一次 那种打斗 就是那种生活 他是生活中的本质 生活中的 你看到那些人 穿着盛装那种感觉 你和这种表演似的 就完全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 对 这让我想起 我上次讲课 说过的一个例子 就是何老师 我下去到贵州 去采风 那个扎根 那个何老师 画写生 那么也是当地组织了 一去这个寨子里面 哇 几十个 一片那个盛装 全都穿着 我说这 最后他一个都不要 不画 最后他从那个 就是特边角 后面的两个老太太 他那眼睛 一下就 一扫 盯住了 你来 我当时还用了那张画 跟大家说 非常精彩的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大家 喜欢真的东西 它并不是完全是 真实啊什么 是真的 所以你如果做假 在那个 在秀这些东西的话 我们可能是 从心里边 是有点抵触的 其实假的东西 人们也是感受得出来 对 同样对你的作品 如果你不是真诚的 那么这些虚假的东西 一样会传达 给每一个观众 这是 嗯 嗯 啊这个 这是李上文的 李上文的 因为这个展览 我也看 当时他们的 那个研究生毕业的 1980年 1980年 这是1980年的作品 对 因为我当时 正上大学呢 我是七八届的 嗯 80年的时候正好 他们办展览的时候 我们去 李上文的九哥 这就说明 就是现在 人都大尺幅的 两米的 三米的 都是大尺幅的 李上文的九哥 是非常非常的小 嗯 大家想象一下 这个地方有多大 对 想象一下 能给一个尺寸吗 几米 几米高 这些人有那么多 是吧 所以 对 说出尺寸来 大家不相信 对 不相信的 这么大 这么大就 对 就这么大 这件作品 当时 我对他也是这个印象 当时我记得是 是美术杂志 还中文化杂志 那个登了两个人 画的 一个是潘杰斯先生 画的九哥 完了后面是李绍文的 是这两个题材 哇 就你一下子 这个 这个 尤其这张大四名 对 你觉得太巨大了 这张画 对 而且他的制作的 这种精良 你觉得这张画 多大像一个壁画 是吧 你说几米 甚至十米 都是可以的 这是后来上了美院之后 李先生给我们交课 我们又提到这个 他说 哎呀 那个没什么可看的 后来我们非得要求 看的时候才看到 我的天哪 说这颠覆了 所有以前的这个 就这么小的一张 画却具备了 这么大的张力 那么他这个张力 是从哪来的呢 他一定不是画面的技巧 给你的 是不是 不是制作带给你的 还是 还是艺术家内心的 那种情 那种感受 因为当时那届 是中央美院招的 一届研究生班 嗯 对 当时 油画是陈南青他们 对 陈南青他们 国画是史国梁啊 等等 史国梁 对 他这幅作品 应该是在里边 是咱最小的 最小 几幅 八幅是几幅 对 九个九张画 九张画 九张画 对 九张画 就九张这么小 嗯 它被誉为了当时 中国画一个 现代转型的 里程碑式作品 对 的确 一下颠覆了 人们所有对 这个 公笔画 还能这么画吗 中国画 还能这么去画吗 而这里 大家看到的 不是说光是一个 咱们传统技巧的 轩染 你看这么点一张画 你知道他那个耳环 嗯 啊 他的耳环 包括他的毛笔 包括他那个 头上的这个 这个头饰 是堆进立粉的 你们相信吗 嗯 啊 极其的 精致的堆进立粉 它是立起来之后 贴薄贴进去 在 黄道粒大的 这么一个小的空间里面 它是做成这个样子 现在人绝对不理解 对 而且 这么好的构图 干嘛不画一张大 是吧 全给画成了两米 可是现在 再大的作品 在这张画面前 对 都显得 空洞 空洞 所以打动人 这幅作品也很难超越了 没法超越 加上他后来也不画了 后来又一套九歌 嗯 就那个神曲 李先生画了一个 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 又画了西方的九歌 嗯 之后好像就 没了 他不再画画了 达到极致 可能自己也超越不了了 他的九歌呢 因为今天 咱们其实时间有限 像这样的作品分析以后 我们可以再 再专题再做 给他放大 放大 我们专门看 分析他的画 放大了之后 大家看 他的 他的那个神曲呢 就 更厉害 我只用一个说的 就是我拿一个神曲 在那个 澳洲的时候 我给一个评价看他这个画 他就给了一个评价 说这个中国人 读懂神曲了 哦 很了不起 这是最高的评价 他懂了 我们看他的细节的时候 不是说光是这点造型和渲染的技巧啊 根本不是这些和线的功力 你看到他里面的造型 他人物之间 人体之间线跟线的穿插 他是立体派的 完全立体派的表现 西方立体派的表现 他是线跟线之间的那种空间折叠 非常非常有意思 这个我建议大家下来以后 我也去找一找 看一看 当然以后我们要是有那个 时间我们可以专门安排一下 这种 找一些高清图 放大一下 太了不起的一件作品 而且看他的实青实虑的使用 看见了 这是矿谷色 他是全本的 在这么小的面积里 制作出这么精良的东西 而且他的全是灰度 还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 那么纯的实青实虑的用法 在技法上又是特别传统的 而且在情调上 又是特别的浪漫的 既传统的 而且又超越了 超越了 它在色彩上是超越了 关键是1980年 是的 如果说今天画成这样 好像也没什么可疑的 今天也画出来 今天是要再画这样的作品 恐怕没有人 刚才那份 这也是很朴实的 对 谢老师的这个也是在第几届 第五届全国美展 好像是获奖的一个作品 还是第六届 我记不清了 也是谢正欧先生的一个高峰 对 对 谢老师呢 实际上他也吸收了很多壁画的一些构图 一些效果 也是受壁画 受壁画的影响 受壁画的影响 对 王毅 王老师这张画呢 实际上 当时我印象特别深 就是 它是比较早的嘛 六斤 那个年代的 那个年代的作品 这种构图 这种形式 是反映当时的那个年代 是吧 是 很朴实 其实很有时代感 很有时代感 这个画必须划分到当时那个时代去看 对对对 不用今天 不能划开那个时代 他用于说明什么 就是每一个时代的作品 他一定要有强烈的什么时代特征 现在人可能看他这个制作比较简单了 是吧 很多里边技法技巧什么 并不是那么丰富 是在当时那个年代 应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新颖的作品 这个 陈梦欣 陈梦欣老师 陈梦欣老师一直是 他也一直在画少数民族 在这种仲裁式的 苗族啊 宗族啊 等等这些作品 这也是他的一个代表作 是吧 是 那个 紫色跟石青色的那种 混合之后 人物有一些变形 对 陈梦欣老师是很主观的 那么 下去写生的时候也是 对模特吧 他就是从一根线开始 完了之后 也不用那么打轮廓 他就贯穿了整个的这个画面 里面线的穿插 包括他的造型 包括都是 画的都是一个主观的认识 而不是一个照相式的描摹 对 这个跟那个描摹是有本质的区别在里面 所以艺术家的写生 采风 包括你所画的素描素写 这个 他一定是有感受处发 他才能形成艺术品 才能形成创作 对 那 两个年轻 当年年轻人 刘千亿 对 刘千亿这个 就这个 他去过很多次苗族 他也 当时聊天的时候 他也说 他最早 当时去苗族的时候 吃的那些苦 在那住过年 有时候过年的时候 他也去 春节在那 年三十在那 是 确实是 他有一定的生活 而且刘千亿 他画苗族的 他不是给他 完全唯美画了 他是画的那种感触 其实苗族的人 长得并不漂亮 并不是那么 那么漂亮 那么那什么 很敦实 个儿也不高 对 他真是把那种感觉画出来 另外一个 那种银饰 和后边的这种 这种 是桃花应该是 还是杏花等等 白的那种 这种 全是白的这种感觉 构成上形成了 很强烈的对比 很强的和那红颜色 形成一种很强的对比 确实 我当时 我对苗族的印象 印象最深的 就是他的银饰 还有他的 那个绣片 就他的服饰和银饰 这两个我印象特别深 一个是强烈对比 另外一个 那个银饰的那种 哗哗响的那种感觉 确实 对 好听 而且还好看 画起来 形成一片的时候 对对对 所以这张话题目 看满树繁华 实际上 他 是说的这棵树吗 这种繁华 是这个树吗 是树 但是呢 隐遇到前面 当他跟银饰 连在一起之后 对吧 那么 这两个时候 他说的是银饰跟树吗 最后隐身的主题 是他们的谁啊 是人 是他年轻充满活力的这些姑娘 对对对 是吧 这也是一个比喻 实际上你看他们的画画 这种 虽然是好像是主题性创作 而且是的 但实际上他不是一个描摹 描摹 很有感觉 有感受 非常有感觉 比起咱们现在的 你看咱们年轻的这些个 学员们 有的是 我看也有参加展览的呀 这些公笔 把那些人画的 都是真是在那制作 全是制作 你看了那以后 你感觉没感觉 画的也很细 缺少这种 灵动的这种感觉 没有提炼 对 这个提炼是需要感受去提炼 那个 包括刚才那个 韩老师说的 的确 刘泉毅老师 他对这种 苗族的这种情感 这种感受 热爱 是不同的 现在我们可能很多画苗族的 就是一个城里的孩子 穿了一身苗族的衣服而已 很多这样的东西在里面 可他不是 他并不避讳 苗族实际上就说的 当地人长得很 很敦实 很笨 他保持着 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 他把神本又加提炼 是在这个基础上 他把他们再进行一种美化的歌颂 但不是这种现代女性 今年我们好多苗族看着 那个画出来的都是 就城里的一个人 都是模特 北京人一个时尚杂志的 不过那个 不过那苗族 我这次三月三看到了 那个真有漂亮的 现在不一样了 总不一样 一个是这个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很多 就是各县呀 各什么都有那些演员 可能是这些人 他们都在里面 真有漂亮的 特别好看 您不一样了 那孙本长这个 黄鹤嫁女呀 当时我 当时我跟他 说了一下 我能不能找到那张 因为我记得 在美术处通讯上 发过一张 就是用圈画的 棕色的那种 当时我印象特别深 就感觉在一个 大深谷里边 有人吹着唢呐 能敲着锣 那种感觉 能听到声音 那种感觉 因为看到这 这是另一张了 可能这个也 这个没有那张 感觉那么 那么强烈 没有那么强烈 对 不过也相当不错了 对 当时它是让人 就在 因为山水画始终 是我们比较弱的 一个板块 那当时这张画出来之后 让人眼前一亮 一个是他这个 因为他是偏公笔的 那种用笔 还有这个时代出的 就贾佳福老师的 那个太行的那一张 这两个简直是 他这也是在 全国美战 好像不是第五届 就是获奖的 获奖的 没错 我记得在中国美术馆 印象特别深 这张 其实它很薄 画的没有那么多的 制作在里面 就是很单纯的用笔 还有一个淡淡的渲染 但整体氛围 专本的好像是 他这就是一种 给人一种 这种感受 实际上也可能 也是他经历过的 或者他看到的 在大山里面 把这人物压得很小 要一般的 我们就感觉 是一张山水画了 是吧 可是他那不是 他那感觉那种 这一行 虽然很小的人 可是这种分量在里面 对 休息一会 休息十分钟 我们现在有一个十分钟的休息时间 大家可以休息一下喝点水 一会儿十分钟 待会儿见 我们下期待